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强烈更不强烈很难说 抓得越紧就是越强烈 就一个人生气 并不是要大怒大喝才叫生气 往往你闷在那边什么都不表现 真生气了 我什么都不表 但是心里面完全是迷闷的 所以贪也是一样 你问我什么 我说什么都不需要 但心里面喜欢得不得了 这常常会有 然后人家问你说有没有意见 其实意见很多 我以大家的意见为意见 心里面那个意见很强 所以我们人很会作假 所以那个看起来好像大事 反而是没事的 看起来没事的反而是大事 所以一样贪真之后 我们一定要觉察到它的细微性 不是强烈与否 那当然我们也常常讲说 强烈的撑 就是很强的热闹跟不安 所以到地狱道的机会很大 强烈的贪因为有很强的占有性 所以到那个恶鬼道的机率很大 强烈的吃就完全不讲道理 那个到畜生道的机会很大 我们只能说这样子 那一样的吃里面最严重的 最做不了主的 就是昏尘 昏尘是吃里面最隐为 最难避免的 所以现在我们常常可能会说 哪一个人不死 死的时候哪一个人不睡 那死跟睡两回事 睡不会死 死不会睡 所以那里面讲的当然也有它的道理 也有它的根据 为什么呢 其实也就是说 我们千万不要说 好啊 最好是睡早上去 最好 最好明明都不知道怎么痛苦 那问题就是睡着的时候 这时候你的自主性是最弱的 自主性弱 并不代表你一定去恶趣 但是你被业力推动的可能性是最高的 这时候你完全脱不了我们最简单 你说一个人很坏的 你让你三个买不买得掉 你就不知道了 我们睡着了 昏尘了 把你带到哪边去 等你精神过来 已经另外一道 因为这时候你死掉了 又犯另外一个生命 另外一生 所以在这里面 其实我们要强调的并不是说 睡着了一定去出生道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保持绝躁 尽量的保持绝躁 不要被那几句话吓坏了 我晚上都不要睡得不着 反而提早往生 要安心 安心里面其实很重要 所以我是个人的经验 我觉得每一天睡觉之前 把握个几分钟都要做一下内观 但常常就因为你去做内观 可能一做很长的时间 但你一定要把握那再怎么累 你都要做内观 养成这样子的习惯 因为那内观会让你的身心慢慢平静下来 那个紧张业力的推动力 在这时候就比较不容易使上力 也就是晚上你如果睡着的时候 是很安详的睡着 这样子的状况下走的机会不大 而且这样状况下做噩梦的机会相对的不大 我们所有的那个意识其实也是 身跟心它是互动的 你身没有放松的时候 你做出来的梦大部分都紧张的梦 你如果身心放松做出来 可能就会飞 如果我们静坐做得好 那个气有稍微去动到中脉 常常你会做会飞行的梦 你会飞 所以你不是真会飞 但是你已经快会飞了 醒的不会飞 睡着会飞 至少一天也有一点时间你会飞吧 你说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 当然从我们这一期的生命来讲 那当然是假的 但是从你究竟的生命内来讲 那一点都不假 我们千万不要把白天的事情当成没事 更不能把晚上的梦当成没事 因为这些其实都是种子起现形 现形又熏种子 它是在那边来来去去的 不是凭空出现的 也不是出现了以后就会自动消失 没有那一回事 那你要能够慢慢做得了主 就是说不管醒着 不管梦中 你慢慢都能做主 那个做主就不为所动 了了分明不为所动 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慢慢的 挣脱你所有习气业力的 那个惯性的束缚 也就是挣脱业力 能够处理六道轮回 那这个是要有一点点知见 正确的知见更要有不断的心修 不断的残修 慢慢的确定就是那个样子 那你如果慢慢的确定了 我们讲不好听的 人要临终的时候 尤其是有生病走的 临终的时候几乎都有恶梦 这些过去对不起的人 什么都要来找你要在 我们也可以讲 那个叫夜静现前 就是说这一世里面的一些重要的 对跟不对的行为 都会在这时候现前 因为说实在 我们那个大对的 对得很棒的行为 你会洋洋得意 沾沾自喜 所以那时候会再回顾一下 那一样 你那个对不起人家 对不起自己 那个强而有力的行为 在这时候 因为那一份心的不安 它又会出现 那你如果没有修行好 就是洋洋得意的来 你在那边陶醉半天 等最后一个最关键的 那个恶业现前 带走你 你是怎么办 所以在这不管好还是不好 还是用轻松的觉察力 看着就好 不入 不进去那个夜静里面 那这样的话 夜静就转不了你 所以我们修行的第一步 都要先能够不被静转 真的 先能够不被静转 静当然指射生相会触法 在你当下的显现的对应 这些通通是静 那进一步不被转以后 在所有静里面 你都能自在了以后 进一步依这个觉 然后才能够转静 依着自去转静 叫如来 叫做菩萨 我们如果还没有这个觉 那一定是在无明里面被静转 因为你把静当真 你把静当真就是无明 你看到静只是一种源起向 只是一种假象而已 你就不会当真 不会当真就不会被转 先要有这种定力 然后这种定力 培养出来的智力 智慧力 慢慢就能够看穿所有因缘 能够转静 尤其我们那个心力 如果念出来 那个念力如果强到一定的程度 昨天晚上我在散平 那大概差不多一点半左右吧 那就起来坐 起来坐 然后开始观想 一开始观想 高了 垂高了 就我开始动念 他就开始叫蛮久的 叫蛮久的 然后我收进来的时候 他就停了 你说到底有还是没有 怎么会那么巧合 动念跟指念 那个高雷在无明无 就是那么准 我一停他就停 我一关 他一直一直叫 所以很多 我不是说我有修 那刚好是一个巧合 那是在印证什么 当你的念 你的观想 起观的时候 他可能像这些畜生 他就感受得到 畜生都感受得到 那更有灵性的众生 难道感受不到吗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 小看我们的一念 随便一个念头 你只要是依以法的 随着法行 这样奉持的 其实他所累积出来的 那个功德 绝对是不可限量 不可数 你放出一个佛光 放出一个强烈的慈悲光 加持 那种恐惧的众生 当下心安 比你说去那边捐多少 给普及会 什么去这边 东际关怀 那都是有向的 而且是有限量的 但我们如果好好修行 真的恭敬三宝 恭敬你的法 每天恭敬你的自信 好好去修 那质量的累积 绝对不是我们经验里面 可以想象 当然你越有越修 你就越有信心 越有信心就越想修 它变成一个善性的循环 那我们现在都掉以轻心 说的是真的假的 那心里面一点都不相信 一点都不相信 那个心就是犹豫不定的 也就是它是不会造成强而有力的念力 那一样 它变成一种恶性的循环 你越散乱 越修越散乱 越散乱越没有信心 越没有信心就越容易被静转 被业力带走 所以修行其实这个是分水岭 就是你的知见 转过来以后 转成法 那叫转业成道 我们不断地吸气法 结果对法都没有信心 到之后都把这个法转到成业 都转过去 你即使懂再多 讲出来通通是不是 佛真正要表达的意思 学越多 讲错的机会越多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 当然这个我要自己 不断地提醒自己 当别人对你说的话 有信心的时候 这时候更要很小心谨慎 不然跋涉地义就有你的份 你没有人听你的话 你在那边狂叫 什么是你家的事 但当人家洗耳恭听的时候 你讲什么你都要负责 所以这里面当然要很小心 要很小心 在昨天去参访 我觉得他最伟大的 也就是他是不断地做 当然这里面 难免因为有太强的动机 当然就会有太强的意志力 这个意志力就会影响别人 这个当然也要很小心 当然我们很多希望不着想 但常常着想也变成一种功德 最简单的 比如说我奸一千万 就把我弄一个很明显的名字在那边 这一千万就有价值了 但是如果说我奸一千万 也没有留我名字 那为什么要做 但是反过来讲 如果这个奸一千万都不需要留名字 跟另外一个 因为留名字所以我奸一千万 一个是无相布施 一个是有相布施 你说那个功德能比 那一样的 比如说我现在只有一百块 我奸二十块跟你有一百万 奸一万块哪一个功德大 哪一个薪量比较大 当然这个一百块 奸二十块的薪量大 这个是他要命的 他奸二十块出去连饭都没得吃 那一百万捐十万出去 他有九十万可以花 他一点都不担心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在评比 就在讨论那个薪量的大小 薪量的大小 那当然一个菩萨行者 他薪量越大 他福报越大 他影响力越大 但这时候就要越谨慎 你的一言一行 都会产生很大的业力 因为你那个行为出来 他能量就是大的 所以出来不管破坏性建设性 相对的就大 所以我们越修要对 每一个念头的起来 你一定要把它看管好 他如果是不好的 千万不要让他出来 因为一出来以后就会有点麻烦 没有修没有关系 修了以后就要更谨慎 所以我们讨论这些 所以对刚刚那个时候 睡着了会去第一 还有没有一意 不是一定去的 因为你那时候做不了主 你逃不了 把你推去 都已经推到你还没有醒过来 但等你醒过来 已经在那边了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随时 平常修行 都保持绝照 不要修都把自己带进去昏尘 我一直在强调其实是这一点 因为你如果没有绝照力 你很容易就进去昏尘 即使你在修了 一落到昏尘里面 那昏尘的物以类聚 你在昏尘的念里面 那昏尘的果报 就很容易出现了 就那些都不太讲道理的境界 就会出现了 你如果这时候你是很理性的 别人不讲道理 马上可以分析 马上可以跳开 就不会被这些过去的阅历片 所以修行 因为我们从无始以来无明 所以调局 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的心的特性 但是一个更重要 而且更要命的 是那昏尘 落入那个大无明里面去 我们一般的动态的无明 那是幻无明 那是随时在变的无明 调局反而是可善可恶 昏尘 看起来没有善没有恶 但是在这里面就完全不能自在 差别在这边 我们如果调局 你调局到好的地方 就去想很多很美的境界 包括我们 去想佛国的庄严 什么 这个严肃的来讲 其实都是调局 但是这种调局 它是有意义的内涵 本来是应该静静的 你先把它提强 提强起来去做一些 有意义的事 那当然也是一种造作 但是这种造作是好的造作 是对的造作 虽然跟那无为有点违逆 但是我知道我现在不可能进入无为 我现在还是在有为有造作 有失利的状况下 我要善用这个把它推到好的地方去 这有什么错 不能阻止还要鼓励 但是那个昏尘一点都不能鼓励 一点都不能鼓励 所以我比较会对昏尘比较敏感一点 因为我知道那个严重性 事实上就从我们不断的修里面 你会发觉到 其实那也是一种观性 你保持觉知觉躁的时候 它变成一个很稳定的观性 不容易昏尘 但是你如果没有觉躁到这一层 没有觉躁到你的昏尘的升起的时候 其实无形中就被它带走 无形中就带走 所以静坐真的坐得好的不多 坐得久的很多 坐得好看的很多 但坐得好的不多 我很诚恳的说 因为所谓那个坐得好 就是你一看它就是很庄严 而且很协调很宁静 这样子它是跟涅槃相应的 跟智慧相应的 跟慈悲相应的 结果那个姿势你看起来就柔软的 而且是很庄严的 但反过来讲 如果昏尘掉 即使做得都很难看 因为那样子其实是很不好的现象 所以我们再讲了肉骨一点 我们没有多少生命 哪还有很少时间可以修行 修行的时间都已经这么难得了 你还拿着修行的时间来昏尘 你看这个多严重 所以一有时间就要保持觉醒 你做一个钟头 觉醒十分钟 比你做只有三十分钟 但你觉醒二十分钟 你看哪一个也会有智慧 当然是后面这个 那常常时间一拉长一会无聊 所以很容易分成 但反过来讲 如果它常常保持觉醒 时间拉得越长 它越柔软 时间拉得越长 它绝照越强 因为它越来越稳定 所以 这个也是观念的问题 你如果观念对了 慢慢就走上对的路 好